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12 还有H5N8 H5N3 再加上大陆来的H7N9 跟先前名气就很响亮的H5N1 多种混杂的病毒 让疫情更不好处理 接下来一段时间 家禽和鸡蛋势必会大缺货 但即使供货 消费者心里也难免有阴影 而讲到食品安全 日前还传出豆干添加工业染料二甲鸡黄 这又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手法 现在到底还有什么加工食品是货真价实 能够让人放心的呢 就拿布丁来说吧 几个月前也有所谓真假布丁的争议 独立特派员实地探查布丁的制程 发现使用原料的不同造成了非常大的成本落差 但如果消费者不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只想要捡便宜 那么就很难要求厂商把品质摆在第一位了 许多食品用到鸡蛋 蛋价随不同饲养方式有价差 有的业者已经使用到欧盟的福利基社来养 鸡蛋使用前还要验色度 市面上一颗蛋从五元到十元以上不等 这个东西就是我投入布丁的原料 这个是我们厂业自己做的 生产布丁为了避免原物料复杂 将来可能成为受害者 所以尽量控制来源需要可观的品管投资 所有的食物不能出了这一间鸡蛋 那你能收个盐放开放 因为我身上有一些棉屑 把它除掉之后进去才不会掉在我的产品 止痛几间都要把它除过 长一段时间就能放 然后它这个棉属出来 OK 为什么用手腕 因为手很像小孩 要用手腕的方式去开 这都是与小型家庭制品和摊贩 酥酥卖在卫生条件上的差别 市面布丁从八元到三十四十元不等 然后原始上就是蛋液加牛奶 再加麦芽糖 再加蜂蜜蜜 还有一些糖啊 的东西做的 没有加水 没有加一笔水 它也有那个脂肪酸甘油脂 焦糖色素 焦糖色素 用真材石料的蛋还要有很好的杀菌设备 想想看一颗蛋要卖十元 一个鸡蛋布丁八元怎么兜的拢 为了口感幸福感制成还不止选料 测试它的品质跟幸福感之后 会不会先要求先用纹的才用碰的才用咬的才用味道的 我们是同时 什么叫做这个东西的幸福 我觉得应该是安全 好吃吗 因为你的幸福跟我的幸福定义 还有它的幸福定义是不一样 但是我做了这个东西 我敢不敢吃 然后我的家人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 你要是有一丁点不愿意的话 这个东西就不要做了 那你这个东西做了 你自己也敢吃 你也很愿意送给朋友吃的东西就表示 我觉得这个我反而诠释上面也是一种幸福 还有包装材料得安全 市场选择是大家的权利 当政府要求所有原物料都要详细列出之后 可以看到其实三款布丁以非常不同的原料来创造口感 我是用鲜奶还是用奶粉那就不一样 奶粉的价钱跟鲜奶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差多少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没有办法去差异 因为奶粉本身还会添加其他的东西 鲜奶可贵了 高粿糖糖酱 我没有糖酱 赤槐豆酱 这是什么花果 那就是要把这个水 因为里面没缘 所以他要把那个东西 淋结起来的一个东西 你们有吗 没有 玉米淀粉 那个也是便宜的东西 可以淋结起来的 玉米淀粉是玉米做的吗 不一定 他会添加一些东西 焦糖色素 我没有 脂肪酸甘油脂 没有 我没有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 我其实我没办法帮那个产品说 那个要做什么 对 但是我不知道 那是乳化剂 乳化剂 因为他没有像我们蛋本身的 凝结 软凝脂 对 那种油脂 它是天然的乳化剂 那如果是他去用胶 或是他去用其他的跟水 他要混合得很好 他就必须要去加一些乳化剂 黄护脂色素 他是让他的颜色变成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那这也是一种颜色 都有颜色 对 他为什么一定要变这种颜色 是因为市场上认为这种颜色 容易卖 没有 那样子的感觉是淡的感觉 红麴色素 是什么 什么忘了 也是让那个黄色 不要那么的呆白 那让他颜色看起来是 比较红黄红黄的颜色 前面讲的是说 要他一做起来 样子是那样 他不是为了 他持续都是那样 这两回事 他原则上会持续到那样子 因为他原则上里面添加的 他不是 不会衰减的 还有咖啡粉 全蛋粉 这些再制原料到底是什么 就很难说 也使食安控管更复杂 我会集合个工厂 然后客户也会集合工厂 我们大家等于交叉去集合 然后去确保 这个东西是安全的 那你之前爆出了 毒淀粉的东西就是 因为他没有城市的展开 在这一方面 其实也会牵涉到 有些东西是属于 厂商的机密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 去跟他说 你要做给我看 要是怎么样 对 那原则上 我们的想法 但这样就让你很毛了 因为他都说机密 所以现在我们的 我们的研发的方向 就是说 我尽量少去捧 那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说 我展开完之后 你告诉我 然后每一个东西 我自己也会去查 我也会去写信 去问问问服务 所有的东西 然后我也自己会送验 那你也要给我一些 检验报告 然后这些东西就变成 等于是我花更多的成本 来矩证 这个东西是安全的 好 然后就这两个 都鸡蛋的好不好 鸡蛋布丁 原物料单纯 使风险降低 比较真材实料的 就比较高价 假如你有一家公司 你要怎么看采购迹销 你今年采购成本 10亿 你那个东西 你明年就九亿膀 后年就八亿膀 就这样死了 我之前他们用kpi嘛 就是今年年底 大家要先就抓 你一年降个10% 将你降五年 降十年 你不会出事才怪 你不觉得现在东西 你沒以前好吃嗎 但是現在東西 他賣的不見得便宜 但是沒有很多東西 沒有我們小時候的味道了 我不管你 東西差不多就好了 進來 不要太差 品管說沒有問題 就沒有我的事了 採購我也不知道做幾年 我這一關都不能過了 我還知道後面幾年 要是想讓窮人也吃到 未來還可能怎麼樣降低成本呢 以這樣的體積 如果要是一個正常的問題 一顆蛋多少錢 你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蛋一顆多少錢 所以你回歸去推 怎麼可能 你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外面的包裝材 那怎麼可能 十塊錢 所以就變成說 你十塊錢你怎麼去拆解 他後面大概用什麼東西 如果這個產品 想要變成二十塊一個 還是安全的 下一步可能是什麼 可以怎麼做 方向上 嚴方你會怎麼做 可能口感不會是這麼好的 那也許我會拿掉 比如說像蜂蜜的東西拿掉 因為他也蠻貴的 然後可能 如果他要保有他的品質 份子 只能靠外包裝 然後去演示他 其實他其實份量沒有養 原本的那麼多 就減量 這是一種可能對不對 其實布丁只是個例子 還有更多食品 同樣有原料差異 小哥可以嗎 我要買 愛吃 想買 也得多花點耐心了解 才能吃得安心